谢谢馆长,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在线上互动 那我的摄影机旁边有一个QR Code 那等工作人员把它切换到主画面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不管是扫这个QR Code 或者是手动输入这个网址 slido.com 然后斜线今天的日期 也就是820 那就可以进入一个提问的一个页面 那这个提问的页面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我了解到说 我们虽然现在在Teams互动 但是也有人在Facebook或者其他的直播平台看 那我自己没有办法切换好几个 有的时候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 Teams等等的这些留言来看 那所以就希望大家汇整到同一个平台 在过程里面任何想要提的问题 都欢迎到slido.com 然后输入820就可以匿名的提问 或者扫这个QR Code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可以为彼此的问题按赞 那为彼此的问题按赞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可以知道大家最想要我讲什么题目 好比像说目前slido上面 目前只有两个问题了 表示说大家还在试着登录这个系统 第一个是说阅读怎么改变我的人生 目前有一个赞 那另外一个是说书跟书店跟图书馆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赞 那所以就麻烦大家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上slido这个平台 然后提出问题 然后按赞 因为我在接下来的演讲的这个主题 我并没有本来就预备什么简报之类的 我所有讲的话 在接下来的50分钟里面 完全是靠大家在slido的这个提问来决定 所以就麻烦大家稍微花一点力气去slido上面留言这样 那我看到聊天室这边 这个我们工作人员还在试着把我的画面变成主画面 不过没关系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开始 至少声音应该是听得清楚的嘛 那我们就以这个网友的提问 那以大家的提问 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非常欢迎随时在slido.com输入820提出新的问题 好 那 有一位朋友们 有一位朋友 有一个临时动议说 画面是有一点糊哦 是不是只有这位朋友这样子 我来看一下哦 应该 应该没有特别糊 我这边传出去的影像是清晰的 所以可能是频宽的关系 建议用比较稳定的WiFi 或者4G 5G都可以 应该过一阵子画面就会变得比较清楚 至少我自己这边传出来的画面看起来是清楚的 好 那假设声音是 声音是清楚的话 那其实大部分可以用声音了 我们就模糊 这个就脑补吧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哦 就我刚才有念 说 阅读怎么样改变我的人生哦 可以说阅读真的改变我的人生 刚才我们馆长有提到说 我自己在小学二年级也就是八岁的时候 这个有一位朋友说这个画面模糊 所以扫不了QR Code 如果扫不了QR Code的话 可以连到这个网址哦 S L I D O S L I D O 然后.com.com 然后呢 再输入今天的这个日期 也就是820 那如果输入820 它没有立刻就出现 这个留言板的话 可能要稍微等它一下下 那如果这个还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会 我刚刚有把slido的连接贴在我们的teams的聊天室 那也可以试试看 好吗 好 那我们就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来 阅读怎么样改变我的人生 呃 我们呃 知道我自己在八岁 就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在班上的成绩可能比较好 那所以本来就是呃 呃成绩也很好的另外一位同学 呃 就变成考第二名 那考第二名呢 就呃 不是很高兴 所以就常常联合其他同学来呃 呃 欺负我 那当然呃 后来就是我就休学了嘛 因为觉得说这个80很严重哦 不想整天在学校有这样子的冲突 那等于我休学之后呢 呃 大部分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看书 我为了想要了解 为什么呃 一个才八岁的小孩 会联合其他小孩来呃 进行霸凌 我就看了很多关于儿童的发展心理学的书 我记得那个时候看的是包含蒙特索利啊 皮亚杰啊 萨提尔啊 等等的这些书 有些是家里有的 有些是在我们家附近木榨读书馆 呃 呃 借的书 那当时呢 呃 因为知道有杜威诗亲会分类法 所以说会去特别看一个书的分类之后 把旁边的一些分类的书也都看过 所以一下子就可以了解很多对同一个主题 不同学派的一些想法 那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走出了那一段霸凌的呃 呃阴影吧 因为我就了解到说不是那位同学这个人坏 那我如果是要呃就是贬低他或者是要复仇 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那是一个结构 就是他他的自信建立在跟别人的比较上 那可能因为他的家长有一些成就上面的焦虑 呃他可能就是回家如果没有考第一名会被打等等 所以他就把这样子的焦虑以及自己不稳固的自信 呃把他我们叫做projection 把他呃投射到外面这样子就所谓的acting out 那如果我不是有看这些书的话 呃我想我就会陷在那种人跟人之间不舒服的情绪里面 但是因为看了这些心理学方面的书 所以我就发现说 呃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就是我们如果改变整个教育环境 让每个小孩他的自信 是建立在自己找的研究主题 以及这个主题的分享上面 那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跑道嘛 每个人都是第一名嘛 就可以赢在起跑点上 你转身跑自己的方向 呃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呃就是决定哪一个人一定一直是第一名 哪个人一直是第二名 那因为每个人都是不断的在创造新的价值 这样子的情况下 自然也就不会有这种霸凌的情况 所以我的那个呃不舒服啊 委屈啊等等的能力的能量就跑到了 就是怎么样想出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制度的这样子一个思路里面 那自然呢呃我也就不会困在之前不舒服的情绪里面 所以就像馆长说的呃如果不阅读的话就会卡在自己本来有的经验里面 还不一定是很舒服的但是我自己在八岁的经验就是透过大量的阅读 然后把自己放到这些教育学者这些心理学家的世界里面 然后透过他们之前已经想通的一些思路 然后来让自己的经验变得比较好过这样子 好那呃我们看这个讨论区一直都有一些技术问题啊 我们是不是要先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我们再再继续下去 Teams现在是说好像呃特定的就是讲者目前是pin在这个呃就是复大哲老师的荧幕上 那是不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呃就是按下我的这个画面 然后把它设定成为主画面这样 还是我想一想我能不能够改变一下这个状况等我一下 现在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好一点 现在可以了 好那呃呃我自己在这边切换一下萤幕分享了 变成OVS的画面可能就稍微好一点点 我先把状态列什么关掉 好 OK好 那这个技术问题解决才有艺术 那所以希望大家这个现在看得比较清楚 好那我们就欢迎大家继续扫这个QR Code 那继续提问题 然后我们就在 就是大家按赞最多的我们就最先回答 刚刚是这个16票的问题 好那我们就继续 有15位朋友们问说 有新世代有很多影音的刺激 虽然说影音也是阅读的一种 但是学生常常不会自己主动阅读 不过倒是主动会去看影音 看的很多是短影音或者是图像 那面对这样子一世代的学子 我们可以怎么样引导学生 更乐于更沉浸于这个阅读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我想学生要的不是只是 关于影音就是这些比较多媒体 其实大家要的比较是互动性 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右边刷了一排 就是在讲说为什么我们的提的问题没有显示的很清楚 大家花了那么多时间打了那么多字 结果看起来就糊成一团 那各位现在在学生的这个状态 其实可以理解说 其实大部分的学生在课堂上面也是这样的情况 当老师要学生阅读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轮流讲心得等等的时候 绝大部分学生他可能有很多话想说 可他没有地方可以说 那但是呢 如果他是在看YouTube的直播 好比想说 他至少在旁边聊天室 可以跟其他人互动 可以聊天 就像这边的会议聊天一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新世代要的 可能不是只是说 好像影像或者是声音 大部分的新世代现在比较习惯的是这个互动性 就是他在就是聆听一个创作 或阅读一个创作的时候 他可以跟作者互动 当然作者不一定在了 那他至少可以跟别的读者互动 那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网记网路的时候 我自己以前小时候也没有嘛 我也是去读书馆 那我就算自己做笔记 自己画线 自己夹个书签 这都是个人的行动 虽然有什么交换日记之类的 但是那个还是就是非常小规模的一个互动 但现在呢 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所谓的digital native 就是数位的原生代 所以呢他们看到荧幕 如果不能滑 他们会觉得荧幕坏掉了 也就是说在我们以前 书是一个比较passive 就是它显示我们看最多翻页这个动作 但是呢对学生来讲呢 现在这个荧幕是可以滑动的 可以留言的 可以按赞的 可以分享的 那没有这些互动的方式 他就没有办法 就是维持这个兴趣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 我们还是阅读 但是在阅读的时候呢 营造这样子一种 大家随时可以分享自己阅读中 想到的事情的方法 那slido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你的课堂里面 大部分的学生反正都有带手机 扫QR code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而且呢 当一个人正在讲 或者是说大家都在 就是安静的阅读的时候 谁也不会想要突然间想到一个主意 就打断别人嘛 但是slido呢 因为一方面是匿名的 就是大家都在滑手机 你也不知道是谁留的眼呢 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那个 就是社会的peer pressure 没有同侪的压力 那二方面 你也会发现说 原来不是只有我自己在想这个 新世代影音刺激多的这个问题 我们至少有20位听众按赞嘛 所以表示至少21个人都在想这个问题 要怎么解决 那目前还没有处理到的问题 好比像我们下一个 说认知附和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也同时有18个人正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就发现说 虽然都只是文字 就算我今天是开静音哦 我只用打字来回答大家 就算纯粹安静阅读的这个状况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很有趣 他愿意投入心力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有20个人 跟他在想一样的事情 有18个人跟他在想一样的事情 那长此以往 在你的课堂经营上面 当这个就是学生想到什么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他只要一留言 就会回到这个课堂里面 变成大家集思广义的话题 而不会说他自己po去什么 爆料啊靠北啊 什么这个其他的网络上的论坛 可能也有人按赞了 但是他就不能那么确定说 他可以及时的得到回馈 及时的得到回应 所以有一个互动的 把想法收拢回来的这种方式 让他一面沉浸阅读的时候 一面随手想到什么 就可以跟一起在读这件事情的人分享 透过像slido这样子的线上的空间 我觉得就会让阅读变成一个 就是怎么讲 读阅了不如中阅了 就是一个人阅读的快乐 还是对新世代来讲比不上很多人一起阅读的快乐 好 那我们就往下一题咯 那有21位朋友们问说 网路上面当然不缺资讯 确实 那反而是有太多的资讯 超出人们的认知负荷 其实图书馆里面的资讯也超过人的认知负荷 不可能一次都看完嘛 所以如今我们经常把思考外包给演算法 只看他想要优先让我看到的 那在有资讯需求的时候 这一个个人的问题 就是我会怎么样透过资讯检索的方式 用什么样的策略过滤跟解读这些资讯 其实我在看新的一个议题的时候 我不会先看那一个议题本身 我会先看哪些人关注这个议题 我会先去像康奈尔大学的archive 或者其他的我们叫做文献的这个预印 就是preprint 他还没有peer review 还没有同侪审阅 还没有真的发表 但是就先在网路上po出来 像我们slido这样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那这些preprint就是代表着 科学的研究的最尖端 因为他还没有完整的被replicate 还没有在其他地方被验证过 但是有人正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会先去像google scholar archive等等的这些网站 先用这个关键词去找 说现在有多少人正在想这件事 那当然这个学术的领域 不一定是我熟悉的领域 所以我刚看paper呢 也可能看不懂 那看不懂怎么办呢 就问 在大部分的学术领域 都有相应的讨论区 那致不及也有像reddit 这样子的留言板 那在这些留言板里面呢 也是很多人正在试着看懂 这些paper嘛 所以如果看不懂的话 那就问嘛 有的时候作者 甚至会自己跑出来回答你 那你跟作者就可以有交情 就会变好朋友 那我在小时候 14岁 国中辍学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发现在网机网路上 不需要靠我自己来过滤 而是我对什么研究的问题有兴趣 我当时有兴趣的问题是 人个人在网路上 为什么可以那么快就彼此信任呢 那我就可以找到很多 我们现在叫网络社会学 的这些研究者 我直接写email给他们 说你的论文里面哪一段 我看起来怪怪的 我看不懂 是不是我的问题呢 等等 那这些研究者就直接回我email 那这个email又会把我再带到更多他目前也在看的书 或者正在研究的题目上 所以透过这些知识碰触到人 那就是知识的创作者 透过这些人的社群 又碰触到新的知识 又碰触到新的人 又碰触到新的知识 所以其实是透过这样子知识创作的社群来进行策略检索 所以这个演算法可以说是完全是社会性的 也就是说 它不是我自己在脑里演算 也不是用我之前的行为 然后让一个所谓的人工智慧 让我不断重复我之前的行为 因为差不多目前的推荐演算法 就是让我们不断重复自己之前的行为 但是我想要学习的时候 恰好是想要跳脱我以前的看法 去让尖端的研究者的新的看法来影响我 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整个学术社群 整个研究社群 就是最好的这个检索过滤解读资讯的这样子一个网络 那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学到说 我不需要考上什么大学 我不需要是哪个研究室的研究生 我也可以很自由的来使用这样子的学术的网络 那有23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国中生的阅读偏识 偏于奇幻或者是轻小说这样子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建议 我有一个想法跟一个建议 第一个想法是说我觉得奇幻跟轻小说 他的这个就是议题的设定 agenda setting 其实不表示他不能够去承载别的东西 举例来讲像我关于哈利波特 我第一个看的哈利波特的是 哈利波特的一个同人志 所以我其实是先看同人志 然后再看哈利波特的文本本身 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真的看完 那我看的那一个同人志 它叫做哈利波特与理性方法 Harry Potter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跟科学方法 那这个科学方法呢 他讲的真的就是那个科学方法 就是Francis Bacon以下的这个科学方法 所以他的那个同人志的剧情 就是哈利波特透过科学方法 然后来解构这个魔法世界的这个故事 那他当然是一个比较奇幻 可能也是属于轻小说这样子的开头 可他里面呢就很详细的介绍了 包含背试理论 包含求徒两难 包含很多心理学社会学等等的这些 比较认真的这些题目 那这些题目呢 有些我本来就因为学术兴趣有研究过 有一些也还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 奇幻世界里面 我就发现说 我这个了解这些事情 怎么样子运用在社会环境里面 还真的就是比较容易 比起paper要容易懂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面 这个作者可以比较容易的安排 这个社会情节嘛 来让这些理论有应用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载体或者这个文类 它不一定是不能够承载东西 不是因为它是轻小说或者它是奇幻 它就不能承载沉重的这些思想 相反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专门去找一些 它好像是用奇幻包装 或轻小说包装 但是其实是在讲很认真的事情 的这些学习方法 那给我们的中学生看 那就像很多人说 中学生都喜欢玩电脑游戏 但电脑游戏里面也有很多 很认真的 很考究的 里面有完全的历史的等等 我记得我自己的我爸 在我小的时候开始玩文明帝国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从第一代一路玩到第六代 他也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花时间在这种 类似架空历史这样子的游戏上面 那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像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 那时候家里有一整套 我本来看不下去 但是我因为玩了文明帝国这个游戏 我就很想要了解三讲战船到底长什么样子之类 那这个呢在有这个游戏以前我的学习动机没有引发 有了这个游戏之后 重点是说那我爸没有完全否定这个 而是介绍说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那这边有一套书 这边有更多的书籍 可以让你把在游戏里面可能比较模糊传达的一些概念 然后用比较完整的方式来说明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作为大量阅读的一个前端 你不需要特别去否定它 好那有位朋友问说 这个声音跟画面好像有不同步的情况 好像有些lag 那这个我具体建议就是就就没有关系 可能就专注在我们的slido的这个荧幕上面 就比较不会有lag的状况 好 那但声音应该还是清楚 OK还是清楚的 好那我们就再往下 有27位朋友们问说 当网络的检索 人工智慧 逐渐取代了图书馆的功能 那认为图书馆或者图书馆员 能够发挥怎么样子新的价值 我觉得当然现在到一个新的地方 出国去玩 或者是所谓的岛内漫游 在台湾里面玩的情况下 确实大家好像比较不依赖导游 大家现在都是直接开就是线上的地图嘛 然后直接稍微花一点时间 看之前大家在可能美食网啊旅游网啊 住宿网啊 上面彼此的评论 那甚至你就直接写信 去问那一家店主 或者是直接写信 去问其他这个留言评论的人 所以好像这种直接碰触到创作者 在这个意义里面是经营这家餐厅或旅店的人 那以及这个共享的这些 之前曾经有过阅读的经验的人 在这里的例子就是曾经造访过 并且留言一颗星五颗星的这些对象 好像是取代了传统上面 你到一个地方 你要有导游带团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那但是我们也发现说 越来越多人也可以成为导游 意思就是说 他对于他成长的地方变得很熟悉之后 他自己会整理出一套 可能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之前也没有想过的一套新的诠释的方法 那以前都是很困难 你要先加入一个旅行社等等 才会有人接触到你 但现在没有你自己经营一个部落格 经营一个社群媒体的账号 很快的你就会变成一个类似导游 在做导游事情 但是可能没有这个证兆的 所谓的理由的达人 现在是非常多这样的人 所以就好像是媒体或记者的功能 其实是变强了 只是这件工作本身民主化了 就是越来越多人可以成为自媒体 可以成为公民记者 一样传统上图书馆员的功能 不是说它变得不重要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始担任 类似图书馆员这样子 比较有curational 就是有策展功能的 那也有教化功能的 等等的这些角色 所以我觉得 那就好像在专业的媒体的时代 专业的媒体人要往哪里去呢 我们常常都看到说 最好的这些公民媒体 公民记者 甚至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很多刚刚提到国中生 或甚至高中生 加入事实查核的社群 把我们三个总统候选人 在证监发表会 跟辩论会上面讲的每一句话 都想办法找到他的书证 就是去找到他这句话 到底有没有缩本 是不是乱讲等等 他们也不是自己 就想到做这件事 是因为有专业的媒体工作者 发起这个工作 但是透过我们叫群众外包 crowdsourcing的方式 让这些学生 不是只是学媒体试读 literacy 而是能够去练习媒体素养 competence 就是能够培养 作为媒体的核心能力 在这里就是事实查核的能力 那他们加入这些专业的媒体人 所营造的空间里面 去练习当一个业余的一个媒体人 这样 所以我会建议说 那图书馆员 或者图书馆的社群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各位的这个核心的职能 也可以透过像这种 办活动策展的方式 以我所知 好比像说维基媒体社群 就常常办这样子的维基小剧 那大家呢 就是约一个时间 然后不断地去看说 关于一个特定主题 好比像说在地的一些文化 一些历史等等 去找到图书馆里面的书 或者是网络上面发表过的这些文章 然后去建立新的维基百科的条目 或者把既有的条目做得比较好 这个就是很需要图书馆的专业来进行带领 虽然大部分的工作 可以外包出去 去给群众来做 那或者像开放街图社群 也常常说参考一些地理的资讯等等 然后去把大家所生活的这个地方的开放的地图 把它标注的更完善 甚至专门标注一些 大家用得到的像饮水机啊 或者是无障碍服务啊 等等的这些设备 同样的这个也需要地理资讯相关的专业者 所以以前是你好像是知识的守门员 但是现在反而是变成好像是一个教练 或引导师这样子一个角色 可以不断的策展 不断的办活动啊 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价值 那有22位朋友们问说 针对偏乡或者弱势的孩童 文化刺激不足哦 怎么样提升阅读力以及扩展视野 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一些看法哦 那我具体的建议就是 我们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阅读是为了分享跟为了书写 而不是为了单向的 只是吸收其他地方的资讯 以我所知就是很多的所谓的弱势 或者是偏乡 他们自己有非常多的故事 然后也非常需要大家来了解 我自己呢在就是前几个礼拜 才跟就是多重帐别的朋友 那进行了一场线上的讨论 讨论什么呢 讨论我们的资讯服务 可以怎么样子对所有人都更加的友善 那那场对谈呢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不但是及时有手语的翻译 或者是及时听打的大的字幕 那每个人他发言的发言稿 那也事前就提供之外 那也就翻译成各种各样子 不同身心障别的朋友 比较习惯的 可能包含点字啊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讯息的传递方法 那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也是按照障别轮流 因为如果举手发言的话 那可能肢体障碍的朋友 举手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那所以其实是先把这些障别 先做一个排序 那大家先轮流的发言过一轮之后 那再对于就是一个改变 可以让大家不会变成弱弱相残 就是照顾一个障别 牺牲另一个障别的情况 可以让大家共好的情况 再进行聚焦式的讨论等等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这样子一个分享的空间 就会让大家真的有那个动机 去阅读什么 阅读其他的障别的朋友 提出来的状况 因为不同的弱势的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大家如果没有在这样子的一个 共同创造的环境里面 不会觉得说我要花那么多的力气 去了解跟我完全不同 但是也碰到一些障碍的朋友的故事 那但是呢 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共同创造的环境 而且最后也真的做出了一些 很有建设性的一些贡献 包含这个关于网站的识别嘛 是不是可以就是判断 你是不是机器人 那个可不可以就退场啊等等 大家都有一些 真正的一些共同创造 那所以这个学习动机就被引起了 所以两个具体的建议嘛 一个是说学习或者阅读 是为了书写 为了分享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这个是为了让这个书写跟分享 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 我了解到像教育部 一直都有数位机会中心 那也有大小学伴 也有很多就是做法 让偏乡的朋友们 他不是只是接触到一些书或文字 而是能够接触到 跟他一起在看这些书 甚至一起在书写的 这些所谓的学伴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现在网路取代马路啊 非常好的一些做法 因为在共同书写这件事情上面 真的网路是比较方便的啊 别的事情 好像一起打羽毛球之类 可能还没有办法 但是书写网路是非常 友善的一个地方啊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那对唐凤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是什么 我是怎么样阅读这些书的 以及具体上面 是怎么样子来发生这些影响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有很多书对我影响都很大了 在这边就很难一一列举 对我影响最大的其中一本 是重编国语词典 那重编国语词典是非常古老的一本书 最早的国语词典是商务印书馆 可以说是开馆制作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之后包含理行老师啊 很多老师们做了一个网路版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事情 那之后这个网路版也经过非常多次的增修 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这么印象深刻 当然里面有十六万个词条非常好用等等 那是因为我自己有主持这样一个专案 叫做蒙点 蒙就是萌芽的蒙 它的工作就是让这十六万个词条 不会自己孤零零的待在一个网站 当时旧的网站连手机都不太可能开启 也不能分享 而是变成一个有网址 可以分享 而且可以参照英语 法语 德语 那台语 课语 甚至原住民族的语言等等 的这种多语言的这样子一个字典 那当时为什么取蒙呢 就是因为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就是日本的那个蒙 我们借过来是可爱的这个意思 但它有蒙雅 就是人民的意思 蒙离蒙利 都是人民的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让大家都可以参与创作的词典 那大家会觉得很好奇 因为教育部是非常权威的 在编字典 到底一般的读者怎么样跟教育部共同书写 重编过于词典呢 那当时国教院 我记得曾世杰老师 柯华为老师 他们当时办了这样子一个叫做词典啄木鸟的活动 啄木鸟是什么呢 就是去抓虫 所以呢 他们就邀请全国的 是让全世界的朋友 他只要能够找到重编国语词典里面 有什么错误 那就会颁奖等等 那我当时已经主持蒙典了 我就引导来看蒙典的这些使用者 去玩一个游戏 去找出这些词典里面 引用同一个书证 但是呢 引用的方式呢 在同一篇里面竟然会不一样 那这就非常有趣了 像当时这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例子 是有两个不同的词条都引用了同一首诗 那一首说脱险真其绝 就是说好不容易脱险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把那个书正写成脱脸真其绝 所以可能那个输入的时候 部首把它输入错了 电脑当然不知道哪一个是错的 可是他知道这两个只差一个字 所以呢 我们就邀请所有来看蒙典的使用者 来告诉我们哪一个是错的 那当然脱脸是错的 脱险是对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留言版的功能 所以就有人说脱脸真的很奇绝了 非常的奇怪啊 不过呢 好莱坞已经拍过了电影 就是face off 变脸 所以已经没有新意了 这是很好笑 那但是因为这个留言很好笑 它变成一个话题 在PTT啊 很多的讨论版 就吸引更多人来帮这个国语词典 来挑书正上面的错误 所以到最后绝大部分的错误 好像都是我们蒙典这一组挑出来的 那这个也是让我跟国教院的同仁结缘的 第一次的这个互动 那之后国教院不但采取 我们叫创用CC的方式 公开释出完全免费 释出了重变国语词典 跟其他的词典 那而且呢这也就引导我在之后 在12年国教课纲 一开始的总纲在讨论的时候 就跟方信周老师一起加入 12年国教的课发会 那去进行课发会相关的一些工作跟服务 直到我这2016年加入那个为止 所以可以说这个我投入公共服务 完全是重变国语词典 造成的一个自然的后果 希望有多少回答到这个问题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他两本大概就下次再说 那有17位朋友们说 学生觉得看书 特别是课外说 那是一件很有负担的事情 总是认为说会花太多时间 那主要是没有立即的反馈了 也没有急用的需求 请问要如何逐步在校园改变 学生这样子的观念 或者这样子的风气 我想大家应该都同意 看书是很花时间的一件事情 这应该没有人反对吧 就是因为书本来按照定义就比较厚了 如果你专门是去看推特 就是一则大概就140个字 那当然就比较不花时间 就可以看完一则推特 所以看书是比较花时间的事情 我想我们就大方承认好了 所以问题是怎么样子让看书的时间 是觉得花的值得的 那首先大概也没有什么急用的需求 所以这个我想我们也大方承认好了 特别是比较经典的书籍 你很难看了之后 立刻就把它在你的就是明天 就立刻派上用场 也许你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是在明天碰到事情 是用一种不同的角度 用这个作者的角度去看 这个是可以的 但这个影响是发生在内心 它不是所谓一般所说的急用 不是往外去使用 所以呢你看 既没有办法说不花时间 也没有办法说对外面有什么急用 那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在题面上 要提供立即的反馈嘛 那这个概念呢 其实现在在线上 很多的阅读的服务都是这样 你不管是在Amazon 或者在Readmoo 或者在其他的这个阅读的场域 你看一本书的时候 你会看到其他人画线的重点在哪里 这就很有意思 会变一个讨论串 你自己的画线 你自己的留言 也有机会被别人看见 就变成一个讨论区 那甚至呢 也有很多人专门写书评 书评变成一种创作的题材 所以很多人在看整本书以前 他是先看书评的 就像是玩电脑游戏也很花时间 但是很多人就整天在那边看 Steam啊 或什么上面的评语 他看到他高兴了 再决定花时间 进去玩那一个游戏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写书评 画线 写心得 等等这些动作 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看书的时候做的事情 而是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甚至写共笔啊等等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做法 那这样子就会有立即的反馈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立即的反馈 它必须要是有一个社群在那边 不是说你在校内 自己的读书会就可以永远存在下去 但是好在我刚刚讲到的这些阅读的场域 是不断在发生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老师 可能就是不是一定教学生怎么阅读 而是把它引导到 以阅读为兴趣的这些社群里面 然后让他在里面 不断能够获得及时的反馈 那自然就会受到 这个社群的感召嘛 那我们自己呢 身教是最重要的啦 所以也要花一些时间 自己加入这样子的社群 那也比较练习像slido 这样子的用法 虽然一开始看到匿名提问 难免会有一些玻璃心 但是就是当你就是试个几次之后 那个玻璃心就会强化 变强化玻璃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怕说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 吸取及时的反馈 甚至把这个及时的反馈 变成让我们的互动空间 更好的做法 你看如果没有slido 如果没有这个留言区的话 我们也不会逐渐的来调整画面 调整比例 调整声音等等 到现在大家比较听得清楚 也看得清楚的状况 所以我想这个及时的反馈 一定是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 有这个 那这个兴趣就可以维持 他就会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来进行阅读 那有16位朋友们问说 请唐正伟来建议 怎么样子为青少年选书 以及引导青少年阅读 因为现在青少年大多有阅读偏识 或者过度使用3C的情况 会不会支持推动数位阅读 有没有具体的数位的阅读的方式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现在大部分的人 包含年轻人 但也包含终身学习者 就像刚刚讲 阅读是为了创造 阅读是为了书写 以前大家阅读也会写 但是这个笔记 没有什么社会性 很难分享 很难出版了 但现在真的 所有人出版都完全没有成本 而且尤其在台湾 你光是这个录podcast 或者是录一个 这个YouTube直播或什么 不但没有成本 而且是被鼓励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499吃到饱 或469吃到饱 一个月只要花不到500块 那你就已经知道说 包含上传的频宽 也是无限的 那就好像去 这个餐厅吃到饱的方案一样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你如果只是下载一些东西 你没有上传任何东西 那是不是好像有点对不起 这个自己499或469 吃到饱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我如果不发表一些什么的话 好像有点对不起 自己付的这样子一个 频宽的钱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想阅读多少 或者说收取多少资讯 从网路上 我们也就养成创造多少 就是分享多少 到网路上的这样子一个习惯 那分享当然有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又可以再复制 再分享 再复制 再分享等等 那所以我具体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 就是一个书店或图书馆 只是为了阅读 之前这个成品的吴敏杰老师 来跟我对谈的时候 如果找这个吴敏杰 然后say it 或者找唐凤 应该可以找得到 我跟他对谈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对谈的过程里面 我就提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他问我书店是什么嘛 对我来讲 我就说书店就是书写的地方 就好像旅店就是旅行的地方 所以对我来讲 书是动词 而不是名词哦 就好像旅行的旅是动词哦 当然它也就是名词啦 在军队里面一个旅是名词嘛 但是我们讲到旅店的时候 一定是把它当作动词来解释 那如果我们把书店 想成书写的地方 那图书馆也是一样啊 图就是有意图嘛 所以就是带着书写的意图啊 图着书写来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书店 或图书馆都往这个共同创作的地方来想 不管是说我们邀请作者 或者是书评家 来进行像这样子的slido的互动 又或者说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共笔 来书写 然后来讨论等等 变成读书会的形式 这些方式都是我们更去开展 我们的图书馆或书店的这些做法 那当我们把这些推动起来的时候 对于青少女 这就是一个很吸引力的地方 因为对他们来讲 如果他能够改变 能够创造一个空间 他才有动力进去嘛 不然的话 他现在在网络上很多别的地方 就算是线上游戏 他也可以一起参与一起改变呢 所以如果你没有提供 类似线上游戏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那很难跟线上游戏抢注意力 就像slido的按赞 看起来跟facebook什么的按赞 也是一样的嘛 那留言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给予回馈的速度还更快 所以这样我才能够让课堂上面的学生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划facebook 而花多一点时间来划slido 就是因为他们在那边 所能够提供的满足感 我们在这边也有 而且事实上更快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的engagement 就不是只是好像是 就是按赞留言而已 而是绕着同一个知识的主题 去共同创作知识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美妙的一个地方 有15位朋友们问说 不知道您是不是知道 越来越多的图书馆 引进了有声的知识内容 不是所谓的podcast 而是精粹的有声知识内容 有些podcast主持人 可能会对这个括号有些意见 那怎么样看待新的知识的汲取的方式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多模态 多媒体的这个方式 本来就是比较体贴 大家不同的学习风格 我知道很多人他是看文字 脑里就有一个结构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如果不听一个真人在讲 那么他也不会在脑里有结构 文字对他没有什么意义 那也有一些人如果不互动 他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操作 没有一个模型 没有一个游戏 那他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件事情 每个人的学习风格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常常强调数位科技的数位 就是好几位 不止一位 这样数位正位 就是好几位的意思 我一面在讲的时候 一面可以透过数位科技 变成逐字稿跟字幕 现在大家下午两点看 指挥官的记者会 都了解AI字幕的 现在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那同样的道理 也有人可以同时把它画作新制图 变成互动的模型 变成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方便不同的学习风格的朋友 都能够了解 所以未来随着这样子 自动在模态之间 转译的这个技术 越来越普及 那我相信 一本一本的书 就可以变成互动 的问答机器人 或者是刚刚讲精粹的 这些声音的传达的方式 然后Vice Versa 反过来也可以去这样进行交换 那我觉得这样子 才真正是达到所谓文化平权 我们现在甚至是关于故宫文物啊 或者是这些静态的展览 也有很多人去录这样子 语音的引导 甚至一整部电影 也不是只是演员的声音 包含演员的手势 动作表情 运镜等等 也可以透过语音描述的方式 来让比较不是 眼睛不方便的朋友 来了解 那眼睛不方便的朋友 也不是说 好像一个国家里面 只有一小群人眼睛不方便 我们自己在通勤 在车上 在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眼睛也不方便 因为我们要去 用在别的地方嘛 那所以这个对所有人 都是有帮助 不是只对 小数的视障者有帮助 这是非常值得 大家学习 以及投资的一些数位技术 有14位朋友们问说 或许现代小孩 都能够从网络找到 他们想要学到知识 那像我自己 确实是从小就开始 学程式设计 那驱使我学习的动力 是什么 以及怎么样 培养现代的孩子 挖掘他的兴趣 那我刚刚讲到 我八岁学习的动力 是想了解 为什么小孩会霸凌别人 我14岁的时候 学习的兴趣是 想要知道 透过网络 怎么达到彼此 信任跟理解 为什么那时候 家长都说 不要随便上 陌生人的车 不要随便 跟陌生人回家等等 结果我们到了今天 用手机叫车 整天都在上陌生人的车 用手机找旅馆 找住宿 整天都在住陌生人的民宿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网络它一定有某种方式 能够促成 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那这是什么方式呢 以及 某些运用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又让大家 很容易出征 很容易恶言相向 很容易多年的好友 面对面 绝对不会讲的话 网络上面讲一讲 就结友了 等等 所以网络有这样子的 一个双集性 这个bipolar的这个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是我14岁的时候 最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那当时呢 当然学校没有教这个了 当时大学都没有教这个的 1996年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发现 网络的研究社群 才是正在非常认真地 处理这个问题 甚至不断地写出 各种各样的系统 让我们能够用实证的方法 来探索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到现在 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大家可能听过的快速公平有趣等等 那但是这个也不是我所谓的 这个一家之言就是什么定论 而是我自己在每天每天的工作里面 持续探索这个问题 所以两个具体建议 一个就是说 引导小孩在他每天碰到的事情里面 去把他想说 如果不舒服 怎么样未来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如果他很开心 怎么让更多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开心 把他作为一个利他共好的想法 他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视野变大 那第二个就是视野变大 所以帮他找到像我当年那样一个社群 所有人都在非常投入地研究这个题目 他就不会觉得 好像重担都是在他自己身上 他每天贡献一点点 他今天就算是耍费 不去贡献 他明天醒来又可以看到社群的人 也有所贡献 那也会底力鞭策 他还是要跟上嘛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社群 学习型的社群 我觉得是挖掘兴趣 最好的一个良版 那有15位朋友们问说 人们惯于使用网络来查询资讯 可以立刻的得到回馈 得到答案 当然可能对 可能错 那在实际人间互动上面 实体管道寻求资讯上面 那现在大家就很习惯说 那你立刻秒回就要一个立即性的回应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秒回 其实你也可以秒回 就这样帮他按一个赞就可以了 那就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 挫折的耐受度也降低 想要请问政委 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现象 有怎么样子应对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这要分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是说确实我们在手机上面 很容易就会陷入一个 我po一个东西 然后我看到其他人按赞 我看到其他人已经看过等等 立刻就有一个社会性的一个反馈 但是其实知识的创作 知识的产生 它是必须要在一个大家沉淀下来 对于一件事情有所谓的反思的情况 就大家拼命按赞 其实也没有新的知识产生 而是像slido 就你按过一轮赞之后 你就会开始想说 这些问题里面 是不是都已经反映了 你想要问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新的呢 你就会进入一个比较个人化的情况 想到了po出来 又进入一个社会性的情况 是在一个个人社会 个人社会的这样一个循环里面 去进行这方面的集思广义 集思广义这样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人际的互动 在实体的互动里面 也可以这样子的去进行引导 也就是说当对方就是一定要你马上给出一个建议 马上给出一个说法的时候 你可以说没有人就是我想先听你讲完 或者是说 那如果换成是你的话 你有这么多意见嘛 这个觉得谁做的不好啊 谁做的好等等 如果换成你做 你会怎么做等等 你可以引导他 从一个过于社会性的情况 回到那个反思的情况 只要稍微问一个问题说 那你有什么具体建议 或者是怎么样情况是你可以接受的 或者是现在这个大家 公说公有余婆说婆有利 那最后的理想状况 对你来讲是什么 你可以用这些开放性的问题 去引导对方进入一个创作的状态 那他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自然不会立刻瞬间要求你表态嘛 因为他自己也需要想一想 也需要呈现 所以问对问题 问好问题 问了问题之后 进入一个愿意听他讲的聆听 倾听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不管在网络上面还是面对面 只要你一这样做 这个沟通的品质马上就改善了 整个房间炒成一团 你只要问一个说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吗 或者说最后怎么样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呢 那个讨论的品质立刻就改变了 所以如果对这样子一种引导师的这种技术 有兴趣的话 其实坊间也有很多书嘛 这个焦点讨论的方法 开放空间的引导方法等等 有很多引导的方法是可以学习的 好那我们剩两分钟 有18位朋友们问说 疫情下图书馆推动阅读的模式 受到许多影响 馆员需要了解新的数位科技 好比方说线上会议 拍影片 撰写脸书图文等等方式 持续跟民众来互动 请问怎么样看待图书馆 推动数位阅读的方式 建议怎么样新的科技以及方向 是图书馆员可以尝试的 那我的具体建议就是刚才讲的 把图书馆想成是有图者 有书写的意图的地方 那我们作为策展人 我们就是希望引导大家创作的兴趣 创作不能没有素材 所以到最后他还是会去阅读 但是网络的好处就是像讲 数位不止一位 他把人跟人连接起来 有一个共同创作的空间 就像今天大家 就是透过提问跟按赞 也我们就是共度了这样子50分钟 就是一个共同创作的体验 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Slido这个软体的中文翻译是我做的 如果觉得中文翻译不好的话 也随时欢迎来跟我说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那非常谢谢大家的提问跟聆听 谢谢 非常谢谢唐凤政委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文诗流畅 明语到来从来没有吃螺丝的感觉 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第一次看到唐凤本人是在十二连国教克刚 在开会的时候 第一次碰到他本人 所以他跟现在都一样 没有变就是讲话 这个温文如雅 非常的有内涵 那今天提民众提了 我们好朋友们提了很多的问题 他都非常的 即刻的来做一个圆满的回答 那这里面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问题 就是 Gi对我们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这跟我们图书馆非常有 是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以后图书馆在AI科技影响下 服务的形态一定会发生改变 图书馆未来都要去思考 怎么样透过AI的科技 让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快速简单 对民众来讲是方便的 我想这是我们继续要努力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唐凤伟 愿意拨这样的50分钟时间 来跟我们民众们好朋友们 来互相交流 非常感谢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唐正伟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曾馆长及唐凤正伟精彩的分享